来打什么疫苗 中午一早民众试打高端 但打完高端后的不良事件频传 多少影响民众观感 有死亡的案例 每次有一点 有点快 刚开始试打 就有比较不幸的消息 包含板桥一名42岁女子 27号到诊所试打 没想到血压下降 一度没有心跳紧急送医 还有一名新北市46岁男子 有胰臟癌病时 试打高端后送医不治 成为第五例死亡个案 指纹中心统计开打4天 不良事件通报共36件 BNT是先给比较年轻的族群打 应该也选不到 它是先开放给小朋友 所以我们应该比较没有机会 BNT疫苗28号下午2点 开放登记医院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 只要不调整原本勾选选项 直接加选BNT 排序就不受影响 上午疫苗平台尚未开放 但有里长早在前一天 就已经接到李明的询问电话 也有很多第一季是打AZ 跟莫德纳的人种是一直没有疫苗 他们也在询问说 那这样子BNT到货 他能不能去做第二季的登记 是否可以分大 第一批BNT大约200万剂 最快8月30号到货 120万剂分给12到18岁学生 80万剂由第一到十类 一年龄排序接种 但19岁大学生却成了疫苗孤儿 网友认为不少大学生 跨县市就读 比起中小学的学生更有染疫风险 政府的安排让19岁学生变成次等公民 记者谢尊重曹真人新北市报导